當時您就是一個編劇者嘛 我什麼編劇者 我是偉大的寫稿者 那就是了嘛 就是您把它寫出來的 我寫文章 今天你們做節目要編劇嗎 我想編劇 你們每天淋水就在編劇都沒有事 我們有沒有編劇 其實你心裡很清楚 怎麼叫編劇呢 我們最少沒有去編一個 我們今天談的是新聞節目 我不是編 三立的什麼那個 我愛你的那個 我來問一下 那誰告你 誰告你 就是他們兩個現在威脅告 我說兩方面民進黨跟那個 民進黨誰告你 民進黨昨天在你們三立另外一個節目 就說我們要告他什麼 那個意圖使人不當選 因為我支持誰誰就垮了嘛 我現在只有 現在受益最大的是宋楚瑜 因為我們表態真是宋楚瑜 那國民黨有沒有告你 國民黨誰告你 國民黨也在 現在網路上你們都說 國民黨應該告他 國民黨他是那個什麼 豬漾的隊友 他是意圖使那個豬王不當選嘛 絕對要報眷孫講話 我覺得要這樣講話 所以呢 氣到你的口水都噴到我臉上 我非常珍惜這一點 有一個人 他可能結婚了19次 結婚19次 每一次每一段婚姻也許都合法 但是如果這個人 結婚19次 今天跑出來要選中華民國副總統的時候 大家就會問說 一個結婚19次的人 適不適合當副總統 對啊 人家那個爸爸可以有釋放太太 也可以公開出來講 為什麼不適合當總統 蔡英文很適合當總統 是 那為什麼 他講的 你查出來 蔡英文的爸爸不是釋放 只有五房 那蔡英文就要退選 不是蔡英文的爸爸要選總統 不是 你蔡英文家族 人家問你蔡英文家族 你爸爸有幾房 你說你爸爸很兇 很厲害 然後結果你說只有釋放 結果後來查出五房 那麼蔡英文的誠信有問題嗎 他有沒有第五房 沒有 我不曉得有沒有第五房 可是如果今天郭冠英寫的文章說 你聽我講 今天郭冠英寫的文章說他第五房 關於是 這個不能這樣子類比的 怎麼不能這樣類比呢 不能這樣 因為你不用蔡英文做舉例 蔡英文的不能學歷他們的父母 既然他那個是合法的 他那個事件是合法的 我為什麼要跟你講 我合法的 我不是跟你講了嗎 我合法買一千戶也是合理的 那我為什麼要跟你講 我是909戶 還是603戶 為什麼要跟你講這個 他當然要講 我既然合法合理的 我今天在這邊我們依法辦事 他合理合法 他為什麼要跟你講 郭先生你認為說 是因為他出來了變成副總統 所以才會有這些事情 你們放任這個 如果是非法的話 你們放任非法30年 不管不看 而且再有重要一點 這個買賣國債最高峰 是民進黨當政的時候 對不對 你們怎麼不去制止這個事情 你怎麼不去叫你們下面的國防部 立刻糾正這個錯誤 你怎麼他們被騙了 你們那個執政的民進黨 為什麼不出來講 我聽一下